慧慧的同胆 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也祝福我们的国家 国态民安 风调雨顺 人民能够过好日子 今天很荣幸 在这个会期的第一位 第一位坐在国际论坛 所以我们谈谈国家的事 我在这边 也要跟蔡英文主席来做报告 你现在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就算15个月以后 你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是觉得也不能让国家 再空转这15个月 国家需要建设 社会需要祥和 如果你认为有争议的题目 我们可以不谈 但是有一些题目 我们必须得好好地来谈 举例像攸关 人民就业 尤其对年轻人有帮助的就业 我们经济自由示范区 这个无关蓝绿的问题 不管谁执政 国家都需要经济发展 经济建设 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谈呢 我们台湾以贸易立国 我们的贸易 占我们的GDP 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攸关人民的就业 经济的发展 经国力的强弱与否 所以我们跟 世界各国的贸易的障碍 我们必须得排除 中国大陆跟香港 在我们的贸易里面 超过40% 当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一个市场 即便你认为 福贸有争议 货贸总不会有争议吧 民进党 你们因应了公民团体 所要谈的两岸监督的机制 如果这个机制不谈 我们的货贸怎么去谈呢 现在有一些人说 中韩 中国大陆跟韩国的FTA 影响很小 就算很小 还是影响 那会影响到 我们企业的竞争力 所以在这边呼吁 我们蔡主席 要正视经济的问题 台湾人口快速的老化 我们的长照法 难道不重要吗 在上个会期 我们未怀委员会 江规方委员谈了多少次 最后听说 就是因为蔡主席 你有意见 所以一直好到现在 所以我刚才所提的 这两个题目 都攸关台湾的 安定安全跟繁荣进步 希望蔡主席 好好的想一想